记者黄杰台北报道,桃园航空城总经理许有名之子许玉成,酒驾闯红灯冲胀双赛机车,造成Beyond Cure乐团主唱林亭海重伤后座女友蔡乔更当场死亡,还一度肇事逃逸,她原遭法院积压,日前以1280万元与被害人和解后交报,今天还停时,她哭着说爸爸卖房借钱才够赔钱, 之后她也要工作还给爸爸,以后不会再做伤害别人的事,希望能获得原谅。 23岁的许玉成去年11月29日凌晨酒驾闯红灯,在台北市士林区中正文林路口,以超过70公里时速撞上停等红灯的双载机车,造成一死一伤后逃逸,被其他建议勇为的机车骑士拦下,才又回到现场。 许玉成酒测职高达零 71毫克士林地检署19驾至人于死,肇事逃逸,二罪前起诉,并向法院生涯获准。 上月21日开庭时,许玉成说,一遇被害家属和解,也曾写过道歉信,在看守所内抄写佛经,未来想要向蔡女尚相及向灵男致歉,士林地院裁定30万交报,许男还与灵男母亲当庭拥抱。 今天再次开庭,许玉成向法官说,他不太记得车祸经过案发,当时他一是没有很清楚,才会没停车查看,但被审判长问道,你现在要改变说辞,许男才赶紧改口,我心里害怕,想规避酒驾行则。 审判长另也询问许玉成的经,记状况,他说,他白天在饮料店打工,月薪三万两千元,晚上则在实践大学读书,家庭经济小康。 审判长瑞问,以你这样资历,是如何父亲和解经?他哽咽地说,是父亲卖房,借钱才足够帮他赔钱。 许玉成说,他做错事了,会承担一切后果,真的对不起,将来有机会会回馈社会,不会再做伤害别人的事,希望可以获得原谅。 他并起身向道庭的领母鞠躬,许玉成的律师则说,许在四个月内遇被害家属和解,犯后态度良好。 虽然目前是父亲代偿,但他未来仍要工作还钱给父亲,希望凭上一刑罚五十九条减刑。 领母也说,他期待许男真心悔改,只要不再危害社会,那就很棒了。 他愿意原谅,乐见法院给予缓刑,何一庭最后预知全案四月二十五日宣判。